第54名,成坤 很多人会把成坤低估 因为图事大会井底一战 竟然不敌瞎眼的谢迅 但考虑到黑暗之中等于双方同时眼瞎这一特定条件 却谢迅实力本就不低 所以还要仔细探究 当谢迅练成七张拳 武功达到巅峰之时 准备杀宋远桥逼成坤现身 这是神僧空剑出场告诉他 成坤早已改投少林门下 其实就是做了空剑的徒弟并得起真传 武功远非巅峰时期的谢迅可比 感受一下这句话的分量 巅峰的谢迅排名65 所以成坤的战斗指数为 两颗半形 综合武力73分 位列54位